好 大家好 陳中成大火釀成四十六死 今天早上還傳出一度復燃的消息 但這個事件稍錯建築物管理問題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林涛就批評 陳中成大樓七到十一樓 在民國七十年就取得使用執照 當時登記用途是辦公室 後來卻有一百九十五戶住在這裡 分明是違法 把原本的商用樓層改建作為住宅使用 對此高雄市公務局表示 陳中成民國七十年取得使用執照時 的確是辦公室 但是當時已經有分戶隔間也住了一百九十五戶 並沒有後來變更使用上的問題 而為了避免事件再重演 市長陳其邁指示 全面體檢全市三十四棟三十年以上的 吳管委會大樓 被鷹架圍住的陳中成大樓 再度竄出白煙 消防人員冒險進入漆黑一片的內部查看 只見人員拿著小電筒相機拍照蒐證 後續消防車也趕來 將水箭拉進大樓內部 灑水降溫 陳中成大火燒出建物管理問題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林涛就批評 陳中成大樓七到十一樓民國七十年取得使用執照時 用途根本就是辦公室 卻住了195戶在裡面 是否是做事違法 主管的公務局則是解釋 陳中成的七到十一樓的確是取得辦公室的使用執照 但當時已經分戶隔間 並且涉及195戶居住 並不是後來才變更的 加上依照民國一百年通過的高雄市建物免變跟使用執照辦法 規定場所可依照實際用途作為申報依據 無需辦理公安申報等於就地合法 辦公室如果現在變成住宅 它是免變跟使用執照 因為它的使用強度是住宅是比這個辦公室低 所以根據這個辦法 它目前是可以做住宅使用 而針對高雄市目前還有34座 30年以上沒有管委會的大樓 陳其邁也只是要全面體檢 逃生避難設備危險因素要在10天內排除 消防設備則由市府做專案補助立刻改善 希望說在法制面跟整個公權力的落實 必須加速整個管委會的成立 跟它正常的一個運作 而目前大火46名罹難者全署身份已經確認 上午副總統賴清德跟行政院長蘇貞昌 都特地前往殯儀館吊驗 並且慰問家屬 記者綜合報導